接下来我们更换这款车的前轮和内胎 首先我们要用过的工具是两个五个大的内对角扳手 首先我们第一步先将最后螺丝用两个内对角扳手 将它撞出来 第二步我们用一个内对角从最后螺丝用这个裸杆 这边可以给它伸进去 将螺杆挺出来 螺杆挺出来之后 我要随着注意 因为这边两边有两个隔套 我们只要给它用水稠稍微接一下 第三步我们将拆除这个骨盖的螺丝 螺丝拧出来之后将青门嘴盖给它拆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将骨盖拿出来 骨盖拿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面 因为骨盖里面是一个隔套 这个隔套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它丢了 之后我们拿出内胎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内胎拆除就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换上新的内胎 然后换上新的内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前轮它这里是有分前后的 我们有弧度的这边是往前 没有弧度的这边是后面 然后我们内胎的话要注意 因为我们往前的话我们内胎弃嘴的话是要朝后的 所以说我们要分一下 放进外胎之后 装骨盖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骨盖是一边有螺纹 一边没有螺纹的 我们有螺纹的这一边是对着弃嘴的 将气嘴卡进这个骨盖的洞里面 然后再将骨套 放在骨盖里面 再将另外一边骨盖装上 但是我们装这根骨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内胎一定要放进去 放在外胎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装骨盖的时候不会压到 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套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用对手锅杆 长度去将骨盖给它固定住 之后再打上 装骨盖螺丝 在骨盖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对角的大 现在这样的话我们装骨盖已经装配完成了 最后我们要将轮胎打上气 我们打完气之后再将亲门嘴帽 再将亲门嘴帽 刷上 最后再将轮胎装上 我们要注意 有弧的这边是往前的 装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轮胎放进去 然后再将对手锅杆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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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隔套放到中间 这边也一样将对手锅杆穿过 所以我再将螺丝打装 螺丝打减之后就可以了 整个前轮转换就完成了